瑞穗乡复兴村复元溪支流流水四川 大水一来冲毁下游的农田 造成农作物损失 农民是苦不堪言 而接获民众陈勤反映的县议员林玉芬则提案 争取设施区域大排水沟以利排水 今天上午会同第九河川局县府以及公所农民现场会刊 也获得初步共识 大雨一来复元溪这一条支流大水四处乱窜 淹没农路也冲毁农田农民苦不堪言 水太多一直冲到下面下面的地都已经冲走了 尽量把我们这边的排水锅做快点做好 我们这样的土地才不会被冲走了 所以说也拜托了我们的长官 听到我们这边的要求 请你们帮忙一下 虽然上游段 时任相代表林玉芬向上争取完成大排水沟 设置引流排水成效卓助 但碍于经费有限 下游段不论是农路还是农地 人就饱受水患之苦 农民在求助于转换跑道成功的先议员林玉芬 期盼能帮忙解决 关于这个七一排水要做提防 因为这里时长下大雨 那个水往这边来的会比较大 所以希望说那个七一排水锅做完了以后 能够两边也能够做那个路 让农民去工作的时候很方便 结婚农民诚情反映的现议员林玉芬上任后即刻提案争取 并且在今天上午会同了第九河川局 县政府以及公所农民共同现场会刊 了解现况也寻求解决方案 最后获得初步共识 这个是我其实从代表都一直在提案的一个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大牌 那因为上面已经做了大牌 在我代表任内上面已经做了一段 后来我们也续接了下一段到这个后面的这个中间 那下一段没有做完成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平常那个台风大水来的时候 这边是水路其实也蛮大的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把这个大牌能够继续兴建 把它完成 让我们的农民能够在很安全无疑的状况之下 在这里耕种 然后能够有好的收获 这条富元溪之流从复兴村这一条过水路面 一路串流到南端的马兰沟溪 大水四串让广大的农田与农路也深受其害 建议员林玉芬对此问题 虽未能避其供于一役 但也将持续向上争取分段分歧逐步改善 维护农民农产交通与农地财产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道